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6月2日 今天从网上看到一条非常好的消息 也就是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又审理了一起 冤假错案 有一个叫李锦连党 是故事已杀人 这一次在5月18日 公开的开庭重新审理 获得了纠正 江西高级人民法院的副院长 叫胡苏朱的 向李锦连及其家人 做了一个道歉 而且要告知 他可以获得国家的赔偿 那么关于这起冤雅村案 广大的网友 都可以从网络上 看到很多详细的信息 因为既然是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做了重新的审理 做了一个公开的宣派 那么这个网络的新闻 即使在官方的网站上 也是可以看到 所以我就不去重复这些细节 我只想讲的只有两点 第一点 这次平反这个冤家 同时 向李锦连蒙受冤屈的 这个 这个受到这个指控的 这个李锦连盗窃的 是副院长胡苏朱 我就想 我就想 为什么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把审 也就是政治的法院院长 为什么不造勤 难道说 李锦连这个案件 审理的时候 最后的审批权 是由副院长做出的吗 显然不是 一个法院 像这种重大的 恶性 这个杀人案件的审理 那肯定最后 都是由审判委员会签资 那么审判委员会 在审理的随领导下 那一定是在 院长一把手的领导下 既然 这个 发生了错误的判决 承担责任 应当是院长 而不是副院长 你这个副院长 出来盗窃 就等于说 这个是副院长 承担的责任 显然不符合事实 这说明什么呢 即使是给这个 蒙住院区的当事人 李锦连做了盗窃 而且面对着广大的 这些网民 这些听众 这些读者等等 但是你江系 高级人民法院 这个认错的态度 不够诚恳 所以说我觉得 以后中国这些 院长错案 一旦获得平反 一定要由 法院的一把手 站出来承担责任 你没有理由 让副院长 这个 带一把手 受过 无法交代 所以我说 这个根据以前看到的 很多这些 院长错案的平反 好像都是 这个搞了这么一个 固定的模式 也不知道他哪一个人 刷小聪明 这个 都是由这个院长 这个指令 副院长 带人受过 这怎么能行 我记得 以前这个浙江 这个张家鼠职案 也是一起 院长错案的 后来就是 聂书宾案 然后就 胡克 等等 好多院长错案 都获得平反 一方面 我们充分肯定 2012年 这个习近平 担任总书记以来 我觉得在司法界 最大的一个量力 就是什么呢 有很多过期 堆积如山 久托不绝的 一些冤家错案 明显的冤家错案 你像这些刑事案件 指控某一个人杀人 指控了很多年 这个被指控的人 都已经枪毙 已经死掉了 或者是判了 这个 这个 撕缓 后来改为无期徒刑 等等 不过最后呢 这个出现了 这个一案两凶啊 有一个案件 怎么会有两个凶手 明显是什么呢 就是证据 证明 这个案子的冤案 那一定要给人平反 那你平反怎么办 一把手出来道歉吧 结果呢 不知道是什么人啊 这个为了维护啊 这种虚伪的 政法委领导下的 也就是党管司法 这样的一个啊 这个陈旧的啊 僵化的落后的这样体制啊 结果呢 让一个副院长 出来顶罪啊 显然是忽悠老百姓 所以说 通过这个李锦炼这个案件 故意杀这案啊 一方面我肯定 这个江苏省啊 江西省啊 告知人民法院 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另一方面 我觉得 做的还不够啊 以后要改变这个既定方针啊 既然是冤假错案 一定要由法院的一把手 出来道歉 副手根本不行 不过关啊 老百姓不答应 爸答应啊 那么这是第一点 第一点啊 第二点呢 李锦炼这个案件 既旦宣告无罪了 那么就出现有什么问题呢 就这个赔偿 国家的赔偿啊 这个金额 这些钱财啊 这个经济损失 由谁承担 那么一般的情况下 所谓国家赔偿啊 就是说国家财政拿钱 那么法院 这个错判啊 这个审判委员会也好 还是何议厅也好 还是书记员也好啊 法院的工作人员呢 不能自掏腰包啊 我个人认为啊 为了什么呢 就是说 惩治那些啊 妄法追溯的啊 或者这些糊涂化法官啊 应当出台一个新的政策 也就是说呢 以后如果 有类似像李锦林 故意杀人 重新纠正这样的问题啊 那么就要 在国家赔上方面啊 由国家财政赔大头 赔90%啊 那么10%由谁来承担呢 由参与审判的 审判委员会的委员 和这个 何议厅的厅长 法官 以及书记员来分谈 为什么要这样 就是因为通过这个办法啊 让他们的经济利益啊 和这案件 捆绑在一起 让他们心疼啊 让他们隔一块肉啊 也就是说 让他们 就是说不敢 这个造假 不敢啊 听命上级啊 故意 制造冤家村案 因为中国的冤家村案产生啊 我过去多次讲过啊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 这个政法委啊 就是司法 司法由党来管理 也就是政法委的官员啊 地方的这些官员 这个操控三长会议 所谓三长会议 就是 这个公安局局长会议 检察长会议 这个法院院长会议啊 法官没有独立的 这个裁判权 法官没有职业化 法官听命上级 那么上级呢 凭着什么呢 凭着印象 凭着好恶啊 凭着啊 个人的感情啊 也凭什么呢 凭着了所谓党的原则 去处理一些案件 所以很容易制造冤家村案啊 又上级带帽压下来 也就交办下级 应该怎么拍 那么既然是这样 那么这个案子 如果纠正的话 证明是一个冤案 那么分摊这个经济赔偿的责任 不仅仅是由国家财政啊 国家凭什么给你啊 国家财政的钱 是老百姓岁数的钱 你们搞了冤家村 老百姓为什么给你买单啊 所以我建议啊 以后的冤家村的赔偿啊 90%由国家财政支出 10%由什么呢 哪一个法院判的 哪个法院的院长 副院长 审判委员会的委员 这个还有这个何一平啊 具体办案的法官来承担 也就是说呢 随签字随负责 给你的权利 相应就要承担责任啊 我这样讲一点不过分啊 所以呢 总之啊 我认为通过李锦涟案件啊 我个人的建议 一个是 道歉要有一把书进行 赔偿要由大家来赔偿啊 每一个人的经济力 都捆绑在一起啊 这种办法 就是为了什么 杜绝以后再发生 类似像 李锦涟这样的案件啊 而且更为重要的啊 那么就像李锦涟这个案件 当年 公安局 行政 这个部门啊 哪些 这公安人员参与 并且制造了 这个冤家错案 而且在办案过程当中 是不是存在着 刑讯逼供 妄法追诉 等等这些情况 都要擦清啊 绝对不能像 张家属之案啊 或者是逆受逼案 或者是胡格案那样啊 这个 敷衍了事啊 李锦涟把这个案子 翻过来就完事了 那么过去那些参与啊 制造这个冤家错案的 公安人员啊 一律都 没有事 我记得好像 只有这个胡格案啊 好像是 只追究了一个啊 这个地方的公安局的 这个副局长啊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就张家属之案也好 聂树兵也好 等等 一系列的 很多冤家错案呢 最后得到了纠偏 但是制造冤家错案的人呢 却呢 安然无事 特别是 浙江的啊 张家属之案 这个制造的冤家错案的 具体办案人 叫美女神态 叫聂海芬呢 是浙江省的啊 这个地方的一个 公安局的这个办人员 是位女性啊 听说这个女性 在这个冤家错案被平反之后呢 不仅没有公开的出来 这个盗签啊 认错 而是什么呢 照样升官呢 好像这件 这个案子和她一点关系没有啊 那么为什么 当年她在制造这个冤家错案的时候 还被媒体吹捧的神探呢 美女神探啊 美女我们管不到啊 因为她的父母给她的漂亮脸蛋 但是你说你神探 你神在哪里啊 你探在哪里 你当时是怎样搞这个案子 如果说是浙江省政法委书记 这个强压啊 这样你来办这个案子 那么你证据在哪里 所以这个事情都没有查清啊 我感到非常的这个 这个奇怪 也非常生气啊 就浙江省制造了张家属之案之后 这个虽然是张家属之平反了 一个案出两个凶 但是最后 捏海分一点事没有 这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 如果不能追究她的刑事责任 那么以后还会发生大量的 类似的这个冤家错案啊 所以说我今天看到李锦连 李锦连他故意杀人 得到平反 一方面我为他感到高兴啊 另一方面 我认为啊 这些被害人的家属啊 一定要继续的这个努力和抗争啊 就是要什么呢 要惩治那些制造冤家错案的人啊 而且要要求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一把手 向他们道歉 我这个建议应当讲啊 不太过分吧 是不是啊 这个这是有关江西省啊 这个高级人民法院6月1日 宣判这次冤家错案结果的啊 这件事情 那么此外啊 我看到海外的网站上 在5月29日啊 这个发表了一些新闻啊 一些评论 谈到什么呢 谈到李克强啊 说李克强呢 这个主持了两院 院士战一个大会啊 在这个会议上 这个李克强对这个所谓的啊 就是这个科技领域里的大跃进啊 发表了不同的观点 主要是针对什么呢 针对习近平啊 这一方面的一些指示啊 我们知道呢 这个4月16日啊 美国的搞的贸易战啊 首先制裁了 这个中信的公司啊 这件事情吵得非常热啊 造成了这个 5月份的时候造成的这个公司啊 几乎处于停产的边缘啊 接着后来呢 就发生了一些 这个中国的贸易战过程当中 出现的一些非常奇怪的现象 就川普啊 这个一会儿啊 这个一个观点啊 好像前后啊 这个不连贯啊 那么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刘鹤去到美国 美国承诺啊 和中国打上了协议 互相之间不搞贸易战啊 要共同努力啊 实现双赢啊 结果后来啊 又发生了一些这个裂变啊 现在这方面情况很难讲啊 不过从习近平的角度来看啊 他非常重视什么呢 就是这个关于芯片方面啊 这个高科技的研发啊 他提出要什么呢 要这个在这些主要的领域啊 要自力更生啊 他六次讲话啊 谈到了啊 关于这个 这个科技啊 这个所谓的这些重点领域的啊 自己研发的问题 那么非常清楚的啊 就说习近平非常重视 有关中国这个芯片生产 这个领域的一些事情 那么我看到海外的网站上啊 做了一个猜测 说是什么呢 说李克强在两院会议上 这个讲话好像是和习近平是对着干啊 我认为呢 不是这个情况啊 那么当然海外网站 他举例说呢 说习近平说 这个李克强说呢 不要超捷径等等啊 实际上给我感觉啊 这个李克强啊 一直是一个非常弱势的总理 他是听命于这个习近平 你给他一个抱子胆 他也不敢和习近平作对啊 那么过去 中共这个上层的权力斗争 这个格局这个核心呢 海外有一些固定的一些 这个形成一些成见啊 认为中南海的南院啊 和北院有矛盾冲突 那所谓的南院就是中央 这个中共中央吧 北院是国务院啊 就是国务院 这个政府的系统啊 和党务系统啊 向来存在一些矛盾和分歧 这方面当然是不可能完全一见一致啊 但是由于十九大以后啊 这个习近平的权力啊 如于中天的 习近平把这个党政军大权啊 基于深的 而且还搞了这个 这个国家主席 副主席的 宗生智的问题啊 所以说呢 不存在啊 就是这个李克强 敢于公开的和习近平对抗这个问题 那么习近平 讲的这六次 谈到这个芯片的一个 自力更生的问题 我认为是对的 因为你既然是这样一个大国啊 你不可能 把这些啊 科技领域的一些啊 重要领域的这些生产啊 这些东西啊 完全啊 就是靠美国 那显然树之于人啊 那么李克强讲的 不要超捷径啊 其实也是讲的是 这个自力更生的问题 那么这一次 海外网站就猜测啊 就是说这两个领导人之间 是不是有一些 关于芯片方面啊 有些不同调啊 我认为啊 这个李克强啊 还是基本上 比较顺从习近平的意见 李克强本身来讲 是一个弱势总理啊 你可以看到他到日本去 去这个访问啊 他的一些表现啊 过去我在这些视频节目当中 曾经讲到啊 他这个安倍啊 这个搞了一个这样的 这个中日的一个啊 这个友好合作的 这个协议签字仪式啊 搞了个酒会 那么这个安倍啊 中途就 这个离开了 显然是 故意的羞辱李克强 就可以看出啊 这个他根本不把李克强放在眼里 李克强来想来访之前啊 他和习近平通了电话 也就是说他知道啊 中国的事情 中国为了对抗美国呀 故意和这个日本 恢复一些这个友好的关系啊 这个形势发生了变化 那种交往 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 这样的一些转变 这很正常 那当然这个决策 还是习近平做出来 然后派李克强去日本 日本去具体实施啊 所以说李克强怎么可能 敢于和习近平作对呢 显然在海外这个网站上啊 有点夸张啊 而且我认为呢 中国这个芯片的生产 实际上以前早在进行 只不过是什么呢 夏季啊 有些人呢 利用上级这种 急迫的啊 想在这个科技领域里 这个自力更生这种啊 这种急迫的愿望啊 这个挥霍浪费了很多的啊 就科研经费啊 据报道啊 中国呢 在芯片这个领域的投资 这个达到了都是万亿啊 投了很多钱啊 但是下面的人呢 这个并没有认真的 把钱用于这个科研 反倒是什么呢 这个公款私用啊 有些科研经费啊 挪用到其他的方面 比如说 这个旅游啊 这个出差啊 这等等吧 这方面的造假非常严重啊 我看到海外网络讲 说是2017年啊 说是中国在这个芯片方面的 研制的投资啊 多达1.57万亿啊 说具体负责这些经费的 这个人员啊 这个领导人啊 是这个中国科学院 这个副院长啊 就是江泽民的这个儿子啊 江绵恒啊 那么呢 现在这方面的情况 很难去查证到具体的 这个人事是个什么背景啊 不过可以看出啊 就是说 并不是说这方面没有投资 而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投资啊 没有划到这个刀刃上 中科院啊 国防科工委 工信部 上海科委等等 都存在了一些什么呢 造假的问题 就是万元万亿的投资啊 血本无微啊 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啊 所以说呢 这个中性这个问题啊 并不是说中国没有在这方面投资啊 只是这方面投资的管理出现的问题 那么这一次美国制裁中性公司 就给中国提醒啊 就在这个领域里 一定要把握这些这些科研经费啊 落实到实处的这个问题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说中科中性这个之所以啊 遇到这个挫折啊 不仅仅是这个技术问题 还有个什么呢 就是缺乏什么呢 法治观念 法规观念啊 既然在美国做生意 你要有契约精神 还有法治观念 还要讲诚信啊 因为美国不允许你把这个高科技产品啊 这方面的生产 这些产品和这个这个北韩啊 或者伊朗合作 你偏偏有违约啊 你要处判这个红线 那肯定要承担代价啊 所以美国当然存在着啊 就是说通过这个中性这个事情啊 要震慑中国的其他的公司啊 要这个这个在这个科技的领域里啊 对中国进行制衡 当然当然这个因素有啊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什么呢 你这个中性公司的确是在不守规矩 将让人抓住了这个把柄啊 那么在这方面我认为呢 这个李克强可能在某一些领域 可能是在暗下啊 和这个习近平有一些冲突 有些抵制啊 但是呢 在这个两院大会这个问题上啊 我认为他们的讲话 精神基本上一致的 只不过是双方表达的这些 这个词句啊 一些细节略有不同的意义 那么海外的网站上 故意的渲染夸张啊 给人感觉好像是李克强和习近平 有点不着调啊 当不他两个人肯定有分歧的啊 那么分歧 我认为啊 最主要的并不在这一方面呢 我不太清楚为什么 海外的网站上 一再的宣言 就是这个两院大会啊 这个对习近平和李克强的讲话 有什么不同啊 实际上在这一点上 他妈基本上还是一致的 这是我看的有关啊 这个习近平 李克强 在5月29日啊 这个两院 这样一个院士的会议讲话 这个吸引人啊 我的一点这个立论 那么这是一个钻题啊 此外呢 再谈谈有关香港啊 我看到这个香港 这个最近这个媒体有一个重要的新闻 讲到什么呢 香港的法院啊 对年初 这个发生的警民冲突啊 也就是所谓的鱼旦革命啊 这个事件 做了一个判决啊 大法官叫郭维建啊 他在5月31日做出判决啊 对于这个旺角 在这个鱼旦革命骚乱当中的十多名 十多名啊 被告人啊 进行了这个一个判决啊 其中有的这个市民啊 仅仅是因为丢了一块钻 判了45个月的有期徒刑啊 还有一个多达高达72岁高龄的这样一个人啊 市民也判了41个月 还有一个17岁的啊 因为这个也是这个行动上啊 有一些这个这个出判啊 被判了51个月等等吧 于是网络上我看沸沸扬扬很多消息 这个指责这个法官郭维建啊 就说啊 说他不公平啊 这个而且讲到了什么 讲到了产生这个鱼旦革命的原因 就是香港存在着 社会存在的一些矛盾 这些矛盾呢 涉及到了无牌的小贩 中港的矛盾啊 雨伞的运动 评书的悬殊啊 这个高的物价等等 似乎认为说是 这个法官呢 就判决啊 就不合理 本人认为啊 这个法官判的还是比较公平 因为什么呢 香港的法律啊 这个讲得非常清楚 规定的非常清楚啊 就是说你有言论的自由 你可以抗议 可以示威 可以流行啊 表达你的观点 但是不能采取一些 过急的 伤及啊 别人人身安全的这样行动啊 显然 你丢一块钻 虽然仅仅是一块钻啊 但是你这个钻一旦 打到别人头上 就可能造成这个流血啊 这个 甚至一些人被这个 夺去包围的生命啊 那么这方面 在这个鱼蛋革命当中啊 的确发生了很多啊 包括一些警察受伤啊 也市民受伤 这个流血等等啊 那这方面绝对不能啊 就是说宽容啊 你即使这个事情 如果发生在美国和加拿大这样的啊 这个法治的要健全国家 也是要严惩的 至于说你产生这个激烈的情绪 这个思想倾向啊 是由于什么 这个两敌的 这个香港啊 这个两极分化啊 或者是中港之间呢 有些冲突等等 那是另外一回事啊 因为香港啊 是一个没有民主 但是有法治的社会啊 即使在英国人统治下啊 香港也没有民主 从来没有一人一票 选举过总督啊 这是事实对吧 但是香港有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个法官我认为啊 叫郭维静 他的判决啊 基本上还是非常公平的 没有受到任何的干扰啊 干扰啊 那么有一些媒体指控他 说是他好像是由于 这个有倾向性啊 或者怎么样 或者是位于什么 这个专制正确的这种 这个对他的恐吓等等 我看啊 不是啊 因为这个人就是根据 香港当地的法律啊 法律怎么规定 他就怎么派 他不考虑其他主观因素啊 这一点非常好啊 香港一定要维护 目前这种司法独立啊 这种现状啊 那么至于说言论自由方面啊 我向来是非常赞成啊 比如说我看到今天网络上消息啊 讲到香港呢 就是有一些人啊 一些民运人士举办的一些 一系列的啊 纪念六四的活动 我都非常赞成啊 而且还有一些市民啊 把这个刘晓波的调价 放在时代广场啊 把六四的啊 一些纪念碑 放在维多利亚公园啊 这方面我认为都是他们的啊 一种权利啊 只要他们通过和平的民主的非暴力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愿望 我都举双手赞成 但是呢 绝对不能搞什么呢 搞这种暴力革命啊 这个伤害人一些人身安全啊 这方面一定通过司法的方式进行这个惩处啊 这正是这正是在维护这个一国两制啊 这是有关啊 这个香港的这个情况 那么最后呢 还有点时间啊 再谈谈有关 5月31日啊 5月31日 那么呢 有一条消息非常重要啊 讲到什么呢 陕西省啊 新任命的一个纪委书记 叫王姓宇啊 那么这个人呢 是王岐山的旧部啊 说过去的时候 他就曾经在啊 王岐山的领导下啊 在广东省 这个纪检部门工作过啊 与此同时 说是还有这个 另外一些啊 这个过去 这个王岐山 这个有过交际的啊 一些旧部 比如叫张子兴啊 还有叫董红的 等等啊 这些人啊 这个都担任了啊 总纪委的重要的职务啊 我都下派到了一些啊 这个重点地区啊 那么那个 王姓宇这次担任那个 陕西的啊 省的纪委书记啊 我觉得有很大的针对性 因为陕西这个地方 是个腐败啊 比较严重的这样一个 这个地区啊 那么陕西省啊 过去也曾经查出了一些探官的 比如说人大 这个副主任啊 省人大副主任 叫魏明州的 那么呢 还有副秘书长啊 叫这个祝作和的啊 等等啊 这都说明什么呢 这个腐败问题啊 这个非常的严重啊 可能这个陕西 什么也是个重点地区啊 那么 这些所谓的啊 就是王岐山的旧部 受到重用 这说明什么呢 目前啊 在中共高层啊 这个权力核心啊 那就是习近平 冷然非常的重用和信任 这个王岐山啊 虽然王岐山本人 现在不是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啊 在党务方面啊 没有职务啊 仅仅是国家的副主席啊 是一个好像 是个虚职啊 但是由于习近平 对于非常重用啊 再加上 他过去啊 培职的啊 这一批这些嫡系啊 他信任的人都担任了 中纪委的重要职务 我们知道现在中共这个反弹 都是上级反下级啊 都是这个左手反右手啊 也就是自己反自己啊 虽然是搞了一个监察委员会啊 但是实际上都是换他不关药啊 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就是王岐山的这个力量啊 在党内这个这个人事关系啊 乱乱是非常的强势啊 这个可以看到 看到这个中共上层权力 这个斗争格局啊 发生一个很大的微妙的变化 也就是什么呢 王岐山这个势力啊 并没有在走弱 而是走强啊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啊 所以说中共这个十八大啊 这个以来啊 有四百多名啊 这个国这个宗主务管的干部啊 落马啊 那么一方面有些人指控 王岐山这个本身呢 一身作则比较差啊 这个也这个披露了 他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 那么另一方面呢啊 也可以看到就是说 王岐山在这个 从纪委的工作啊 的确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啊 那这方面 一方面不能否定他的贡献啊 另一方面 也不能说王岐山本身呢 就很联系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 相当的复杂啊 现在显示的局面什么呢 就是王岐山啊 这个并不是 并没有引力自己啊 这个退出了政治局 而是全力走强 走弱啊 反倒是走强啊 这也是总共这个 目前啊 一个非常非常奇特的 一个政治景观啊 那么这也预示着啊 未来中国这个 上层的全力斗争啊 可能还发生 还会发生一些啊 波瑞兰叠起的这样些 这样的一些事件啊 也就是说 这个十九大字后呢 赵乐际啊 当然总结为数据 但是他还是在啊 这个王岐山创造的 这个反腐败的成绩的基础上啊 这个更上一层楼啊 所以说呢 以上讲到这些啊 像王姓宇啊 这个张子兴啊 董恒等人啊 也就是王岐山的救过啊 继续在这个 中纪委的领域啊 发生发挥啊 他们的作用啊 而且呢 目前这些人都已经啊 到了这个 中国的其他的省市啊 可能他们会 按照以前啊 中纪委反腐的力度啊 继续抓捕一些 就是贪官污吏啊 那么中国未来的啊 这个反腐败的一些故事 会越来越多呀 那么今天的读报点评节目啊 已经 基本上到了三十分钟了啊 因为今天 这个我很忙啊 上午陪一个中国来的啊 国内来的朋友啊 去这个 到打服务啊 去看一看 这是 这个 当地的一些酒庄农场啊 因为现在国内有很多这些 这个先附起来的 这个民营企业家啊 都希望在这个加拿大啊 购置他们的财产啊 那么作为过去的老朋友啊 陪他们去看一看 刚才也喝了点小酒啊 可能这情绪也在激动啊 这个以上 这个我这个评述 又有不当之处啊 希望大家这个谅解啊 好在就明天是周末了 要休息了 那么就是 星期一见 谢谢收看 谢谢